尽管有歐美軍人路視到位 烏克蘭在前線又傳來了 壞消息 用火箭炮先給俄羅斯強力一擊 步兵再追擊連發 烏克蘭陣中最精銳的一支部隊 亞素營士兵 公布在烏東盧干斯克的克爾米納森林 與俄羅斯在40公尺超近距離範圍內基站 20公尺 只見戰豪盧迷宮班貫穿森林 烏俄兩軍皆由樹木以及同伴火力 掩護下護攻 瞬間只聽得到炮彈聲震耳欲聾 亞素營不只有狙擊步兵近距離槍戰 還透過無人機炸了俄軍坦克 只是烏克蘭雖然有這幾波成功的防禦 但是在巴赫姆特外圍的基站區 查西夫亞爾還是傳來怪消息 遠看幾乎是一片交開的土地看不出還有一絲人氣 武軍打了這麼久卻仍遭到俄羅斯破壞防線 撤出查西夫亞爾東部地區被迫往西不走 根據路透社報導 由於查西夫亞爾正位於高地上 如果遭到俄軍完全控制 可能會利用他作為向西推進的前哨戰 進一步來向烏克蘭的關鍵城市 克拉馬圖爾斯克斯洛維揚斯克發動進攻 就怕烏克蘭會一步退步步退 尤其最近在烏東的基辅區 又有賣場遭到俄羅斯炮彈擊中 烏克蘭堅守多時的防御性打法 顯然越來越難招架俄軍的火力 尤其是俄羅斯今年陸續使用 所謂高爆滑翔炸彈攻擊之後 俄羅斯自稱滑翔炸彈會使烏軍克星 但是華盛頓郵報卻報導 烏軍內部文件顯示 華翔炸彈常常打不準 打到自己人 烏克蘭統計 今年以來俄羅斯有超過100枚的炸彈 通通誤打自己人 從去年4月到今年4月 更有多達38枚的導引炸彈 全部都誤擊在俄羅斯境內的貝爾哥羅德 FAB31946年 FAB31946年 我完全不記得FAB500年 但他們都確實在1950年 那就是這些建築已經過70年了 烏軍打臉俄羅斯說炮彈老舊早已失准 但是大陸央視卻也報導 俄羅斯還有大量库存 而這樣的華翔炸彈可以從遠離烏克蘭邊境就發射 讓烏克蘭更難攔截 俄軍給這種炸彈裝上通用規劃和校正模塊 變成制導炸彈 這套裝備包含了一個衛星導航系統 可以規劃打擊目標的路程 尾部方向墮 可以幫助控制方向 保持飛行穩定 俄軍攻擊武器更多元 而此時在哈薩克出訪的普欽 再對烏軍戰況給出最新警告 批評烏克蘭無權喊停火 而普欽似乎也想打擊拜登 直接做球給川普 他說如果川普提出了烏厄停火方案 他會慎重考慮 一句話再度成為了美選焦點 TVBS新聞綜合報導 2024已經進入下半年了 國防自主的重要指標海昆潛艦 目前尚未展開海上測試 也讓各界感有 解放軍潛艦發射魚雷 精準命中靶船 爆炸的破壞力更激起了衝天水花 中共官媒將這一幕 稱為歷史性突破 外界不但聯想 驗證的是全新彈種 甚至認為艦直海昆 注意一下時間點就是 在美國環太平洋演習萬噸級的兩星空間當作把船 給台灣看只是一箭雙雕味 但是真正目的是針對環太平洋演習的這個攻擊的一個狀況 它做一個相對應的一個作為 用潛艦克制潛艦 依然是當前反制水下戰力的最有效手段 不過海昆原型艦的打造 擠不得 即便交船的期限是2025年11月3號 遊港名狀拍下台船甘霧假期的失控棚架 藍色帆布下隱約可見海昆前艦的帆罩砍掉重鍊 據傳就是開始安裝和調整 由光學電子潛望鏡組成的光電圍桿 包括電瓶 一切到位之後 物測才開始 前艦基本上有27個主要系統跟次系統 各單系統都要自己先測一遍 再一遍各單系統沒有問題之後 慢慢由主系統 比如動力系統跟電力系統 開始其他次系統並連上來 做靜態的浸水壓測試 海水能確系統都沒有問題之後 好 就繼續放水讓它浮上來 就從坐墩上來浮上來 這時候就要觀察它的前後 健身腳有沒有在標準以內 左右傾側有沒有歪 從公開資料來看 海昆前艦現階段距離HAT 搏崗測試還有一段距離 實地接觸流動的海水 所有系統配備逐一驗證後 才會進入定義上的海事 直到成功發射了訓練用魚雷 才算大功告成 畢竟戰力跟安全性都容不得瑕疵 從左陰港岸邊往外海看去 海軍艦階級潛艦悄悄陷蹤 6月14號這張海域演練公告 一度盛傳是為了海昆測試 做出的安排 它的公告的深度是大概100公尺左右 那這個就很符合所謂的 我們潛艦的潛水測試的區域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 我們的建容提升之後 要在那邊做潛水測試 其實期間的前後 蘇澳外海也有類似規劃 疑似惠隆專案的水下無人載具 也低調測試中 它的設計應該是會方便 中科院把它製造出來的 這些水下裝備 包括聲納或者魚雷管 這些安裝進去 所以它本身的結構 應該是比較像這種 可以快速的拆卸 還有安裝裝備的一個載台 那它當然未來有可能 可以發展成一個水下的無人載具 因為它的體積比較小 它比較靈活 所以它就適合在台灣海上 這種海域來做一個活動 特別是在解放軍 動九四核潛艦陷中之後 台灣積極拓占水下防衛能力 意義更顯重要 美方從對此不樂見 如今繞道低調給予技術協助 和放行裝備的進口 自然有期考量 更精確地說 它主要對抗的目標 可能是美國跟西方 如果它要考量 對美國進行核嚇阻 甚至進行核打擊的需求的話 整體的島鏈防禦的角度來說的話 台灣的核心工作 當然就是守好台灣海峽周邊的環境 其實對西方盟國 就是一個最大的幫助 也就是說 的確我們在建造 我們的潛艦有可能可以對美方 或者是自由民主盟國 提出這樣的貢獻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 其實還是在於 本國在防衛上的需求 造艦無法立竿建影 然而當計畫 已經納入了整體防衛藍圖 海坤潛艦的研製 不能失敗 也無法重來 TVBS新聞 陳如環葉府 看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